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洛克菲勒 有情人 对对 以前我讲过罗斯柴尔德 今天是和罗斯柴尔德一样有名的洛克菲勒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人一辈子究竟能赚多少钱 洛克菲勒就是这个领域的世界网站 号称人类史上一辈子赚钱最多的人 比他有钱多了 没法比 洛克菲勒现在是一个大家族了 总有200多人 是美国三大财阀之一 还有两个财阀是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 这我们以前在比特币里面也提到过 就是说他们时日控制着美元 美联储是三大家族控制的 不过洛克菲勒这个名字 现在很少听说了 听到最多的就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 在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 会进行圣诞树的点灯仪式 很多社会名流都会参加的 这个洛克菲勒中线 原先就是洛克菲勒家出钱建 也是他家所有的 也是洛克菲勒家族曾经富可敌国的象征 为什么是曾经呢 因为现在表面上显示出来的资产没有那么多 一会我会介绍 洛克菲勒中线不是一栋楼 是19栋楼组成的一个商业中心 里边有办公楼 教堂 美术馆 还有花园 广场 银行 休闲购物中心 实际上就是一个城中城 这些大楼的所有者原先都是洛克菲勒集团 后来在1989年 日本不是经济泡沫吗 日本变得很有钱 三菱地所就把它给买下来了 整个吗 买下了51%的股权 后来又把剩下的股权也都买了 所以洛克菲勒集团就成了三菱公司的子公司 但是洛克菲勒集团只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事业 那么这个事情在当年也成为日本经济泡沫的一个象征 就是有钱到这个程度了 同时期日本其他公司也买了很多美国的东西 比如说索尼就买下了哥伦比亚营业 而松下买下了环球营业 但是好景不长 1995年的时候经济泡沫破裂 三菱一下就不行了 就把里边大部分楼都卖掉了 现在好像就保留了两个楼 那么这几个大楼后来又经过各种各样的义主了 但是这块地是人家洛克菲勒家的 楼不断了换主人 但地还是他们家的 没变 那么同样在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 松下也把环球营业给卖了 唯一坚持下来就是索尼 因为索尼当时在电影行业有很多专利 以保证它能活了下来 所以索尼仍然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母公司 那么关于日本经济泡沫了以后 我们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现在洛克菲勒家族手下仍然有超过200家大公司 经营事业包括金融业 保险业 汽车行业 军事行业 还包括政治 美国第41届副总统 就是洛克菲勒家族 叫纳尔逊洛克菲勒 1974年当选 1971年协任的 当时美国总统叫杰拉尔德福特 那么说到纳尔逊洛克菲勒 我们就要提起来 其实美国有很多很有名的建筑 是洛克菲勒家出钱建的 比如说联合国总部大楼 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就想建个大楼 建个总部 但是没钱呢 这时候洛克菲勒家族说 这样吧 我们家有个庄园在周围 就给你建总部用 但是当时联合国觉得 那个庄园离市中心有点远 想在市中心找块地建 这个纳尔逊洛克菲勒就跟他爸说 他爸叫小约翰洛克菲勒 说爸 给点钱 建个总部 他爸说行 你看好哪块地了 没了 就跟这建了 就这么建了联合国总部 对他们家有什么好处 后来他就当了 美国副总统 钱捐的吗 捐的 真的是吗 对 除了联合国总部之外 世贸也是他家出钱建 那他会收租吗 不不不 这所有者不是他 出钱建 建了所有者 归国家或者归当地政府 跟他没有关系 应该给个副总统 就这么有钱 他这些钱哪来的 在这我们就要重点介绍一下 洛克菲勒家的第一代 也是这个家族最有名的人 叫约翰洛克菲勒 他是美国著名的实业家 慈善家 整个洛克菲勒家族 到现在的所有的钱 都是这第一代赚的 后几代没负责赚钱 而这第一代 没有富报 是个穷苦人家来的 就靠这一代 一下就富可低过 而且他做这个行业 不可思议 他是做石油业的 按理来说 像这种资源 都是国家政府管控的 他就靠这个 成为世界首富的 我就卖石油 我去行吗 也行啊 你可以学习一篇 这个时代可能做石油不行了 但有类似的东西 你可以试试 所以这第一代 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咱们今天就来讲讲 他的发家史 这个第一代 约翰洛克菲勒 出生于1839年 180年前 出生在纽约州的 一个小城镇里边 叫李奇福德 到现在也就一千来个人 他家祖上是德国移民 他的父亲呢 叫威廉洛克菲勒 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电视剧里 经常能看到的一种 孙爹的形象 真的 这个电视剧里边 就是能坏到几点 那个爹那个形象 是吗 他爸的工作 是江湖骗的 到处推销 长生不老药 还有一个工作呢 就是借高利贷给农民 专挑你手 还不上高利贷的 借给他 还不上就把地夺过来 是干这个买卖的 当然他做的生意 都是违法的 所以挣不着钱 违法的还是挣不着钱 咱们很快就被人举报了 就来抓他 到处逃的那种 赚不到钱吧 就很少回家 偶尔回家一次 也是回家拿钱 家里为什么会有钱 就老婆孩子 出去打工赚的钱 他都给拿走了 就好几个月又不回来 特别喜欢沾花热草 和很多女性 有不正当的关系 最后呢 因为强奸的指控啊 被迫呢 全家搬到另一个州去了 然后自己呢 又离开家 跑到不知道哪去了 直到死 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哪 后来怎么早上了 就是洛格菲勒 成为世界首富了之后 记者就请个八卦 就调查他家 说他爸子干什么了 最最后给他爸早上了 结果他爸在别的地方 又成家了 所以他爸就是有 强奸和重归嫌疑 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爸死的时候 享年95岁 特别长寿 其实他们家都长寿 这个洛格菲勒 活了97岁 洛格菲勒的孙子 活了101岁 那么由于这个老洛格菲勒 特别的不着调 所以家里特别的穷 而且他爸怎么在外边 惹事嘛 就老有人上他家来 拒拒一下 而奇怪的就是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家庭里边 诞生了一个好少年 洛格菲勒是家里的大儿子 从小就担负起家里的重责 养家 十几岁就属于打工赚钱 而且特别节省 赚来的钱从来不乱还 长大了之后 为了学门手艺 就到商学院去学会计去 毕业之后 正好赶上美国经济萧条 找了半年 再找了一份工作 在一个农产品批发公司 当会计 当时他只有16岁 在这个小公司干了三年 19岁的时候 他用多年积攒下来的1000美元 再加上从他父亲借的1000美元 他也能从他父亲来 对对对 接到了1000美元 和他在这个商学院的一个同学 叫克拉克 就克拉克也出了2000美元 两个人合起了4000美元 开了一个农产品批发店 当然他这个同学 克拉克比他大10岁 是这个事情的主导者 他只是跟着人家混的 就在他开这个农产品 同一年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油田 就是用机械打出来 第一口油田 成为美国现代石油的开软 但是那个时候 就洛克菲勒 跟这个石油还没有什么关系 油田有了 这个石油就从地底下不断涌出来 老百姓就用上了油灯和油炉子 以前都是烧柴果烧辣的 不过石油打上来 是不能直接变成煤油的 它是要经过提炼的 那么这第一个油田出现之后 美国老百姓就都去挖油田 因为石油很值钱 就像当年的那个淘金潮一样 美国老百姓在这 什么挣钱就自己去挖 都是干人 就一个山头上全都是油田 都在那打 其实大部分人打不到 因为油田 大部分人在地下四五千米 不是那么容易打到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赔了个经过 后来吧 也有人挖到了 但一挖到就是一窝缝 所有人都挖到 就所有人都挖到了 油就不值钱 就说你挖到也不值钱 挖不到也赔个金光 就是这么个状态 真的能挖到 因为那个时候发明了 就是机械钻井 就有些人只要能弄到这个钻井 就能挖到 也看运气 油田 有的底下压力很大的 你只要打通了 它自己就喷出来 但是油的压力很小 你再自己往外抽的话 那就不挣钱 所以当时洛克菲勒 虽然知道 打油这事有可能挣钱 但是一直在观望 后来他观望了几年 他觉得 打油不行 但是炼油应该挣钱 而且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 于是他在开了 农产品别发店四年之后 又和克拉克开了炼油厂 当年他只有23岁 这也是他富可敌国的开始 他为什么选择在1963年 这个时期开始做炼油生意 是因为当时石油 突然间需求量增大 好赚钱了 为什么需求量突然增大 因为当时正是美国南北战争 打二次最火热的时候 到处都需要煤油 不够了 所以炼油就特别赚钱 所以说和罗斯沙尔德家族一样 他们的发家都是从战争开始 当然这个机会也不仅仅是给他一个人 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机会 所以一下出了一大片的炼油城 他只是其中一个 而且他一开始是出于劣势 他是做会计的 不会炼油 不过他很聪明 他就拉了个化学家入口 这个化学家叫塞缪安德鲁斯 他让安德鲁斯负责生产 克拉克负责进原油 他负责销售和财物 但在这个时候 他仍然不是公司的主导 公司的主导仍然是克拉克 所以公司名叫克拉克和安德鲁斯 没有洛哥威乐的名字 连安德鲁斯都有 对对对 因为你两个更重要一点 加一个 他其实就是一会计了 说不定 那么公司一开始运营还是不错的 但是很快的 恶性竞争就开始了 大家都不断的降价 这个时候他们公司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公司 进油的价钱 比别的公司都高 就是克拉克那个地方出现问题了 但是克拉克不觉得他有问题 他觉得我进好东西 咱们卖好东西 价格贵点又怎么样 洛哥菲勒觉得 我们应该和他们去竞争 随价钱第一 制裁在市场上 他俩在竞争理念上 就成了分歧 安德鲁斯什么都不说 我只负责生产 最终在1865年 也就是公司刚刚开两年 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彻底闹牌 洛克菲勒就借钱 把克拉克手里的股份全部买进 成为了公司的大股东 并把公司改名为洛克菲勒和安德鲁斯 同样在这一年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之后 复苏工厂都要生产 都需要大量能源 所以石油产业进一步发展 洛克菲勒同样也认为 石油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赔钱的 所以开始不断的贷款 扩大自己炼油厂 并且他发现 要想降低石油的成本 油桶是个关键 石油出来的都要由油桶来装 油桶要贵的话 就给别人成本高了 而且油桶是个必须的东西 所以其实做油桶 在石油产业里边也是特别赚钱 那么洛克菲勒就在1866年的时候 也就是第二年 把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油桶生产商 叫弗拉格勒拉入火 并且把公司名字改成 洛克菲勒 安德鲁斯和弗拉格勒 你频道名是按洛克菲勒 一样的 弗拉格勒进来之后 果然他们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而别人要到他这也没油桶 所以别人成本就高 一下子他就有了市场优势 由于这种优势不断扩大 他的竞争者就开始不断的减少 仅仅过了两年 在1868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就成了美国最大的炼油公司 当时洛克菲勒年纪29岁 又过了两年 他们把公司改名为叫标准石油 因为它已经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他认为他们公司就是石油的标准 我们生产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标准的 你们都是不标准的 而且他当时确实生产了一种 没有油烟的煤油 特别是我关于 大家都管着煤油叫标准油 标准油 特别好 业界标杆 没错 不过虽然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美国最大的 但也只占市场的10% 剩下90%都是无数的小公司 毕竟石油在当时叫做流淌的黄金 谁都想来分一位更 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帮助洛克菲勒解决了这些小对手 就是美国几大铁路运营商 为了赚更多的钱决定提价 但是又不想丢掉大客户 他们当时最大的客户就是炼油厂 于是就和标准石油 以及几个大的炼油厂 达成了个秘密协议 就说我表面上把票价提高一倍 但是给各位40%的回扣 也就是说你们的价钱几乎没动 其他小的炼油厂运输成本赞一倍 当然这个事情有人说是炼油厂里面提出来的 不管谁提出来 双方就达成了秘密协议 造成小的炼油厂就没有办法生存 油桶我买也贵 运油我也贵 本身产量也小 我怎么跟你竞争 所以运费提高之后 短短6周 标准石油就是一下收购了22家炼油厂 史上叫克里夫兰大屠杀 克里夫兰是标准石油所在地 标准石油周围有26家炼油厂 一下收购了22家 而接下来了8年标准石油就在不停的收购炼油厂 到1879年 洛克菲勒40岁的时候 标准石油已经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厂 由于这个环节的垄断 就造成石油产业的其他环节 跟它没有办法淘价环件 就是采油了也好 运输了也好 都没有办法跟它淘价环件 它垄断了 对啊 它垄断了一个环节 剩下就不好使 当然在这7年时间里 它也不是说没有遇到过强大的对手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在1877年的时候 铁路公司造反了 就铁路公司认为 如果时间垄断了 是你决定票价 我决定票价就不一定了 所以在你垄断之前 我先断了你的路子 于是一下提高了对标准石油的运输价 而洛克菲勒当时 一看你提高了价格 我拿你没什么办法 不是吗 自己开始铺设输油管道 就是我不用你铁路了 管它多远了 我都给它管子通过去 不就完了吗 它有了事前呢 铁路公司一看它要造这个输油管道 一下觉得不行了 你一旦输油管道造成了 我铁路没用了 铁路就废了 因为铁路最大的收益 就来自于这个油厂 所以铁路公司开始收购这个 造输油管道的一个工厂 同时也收购这个炼油厂 准备跟洛克菲勒死磕 逼得铁路收购炼油厂 没错 最终由于财力不足 它这个造反失败 反倒一下子被洛克菲勒完全控制 所以整体来说 洛克菲勒就是利用价格竞争 还有贿赂业者等方式 不断地去断绝竞争对手的刚需 比如说油桶啊 运输啊 让竞争对手不断地破产 或者濒临破产 然后再把他们收购了 以实现最终的垄断 商业里面不都是反垄断的吗 对对对 现在是 我跟你讲反垄断法 就是被他造的 当然他这种收购 也不是要你命那种的 就是说我让你没饭吃 我让你饿死 不是 他收购了会给你一个 让你满意的价格 所以有很多人心甘情愿 给他收购 那是本来也经营不太好 对 首先是打击你 让你觉得怎么也挣不到这么多钱了 然后给你一个不错的价钱 你就愿意被收购吗 而且他觉得有才能的人 还会留到自己公司来 甚至呢 有些人都可能成为他的合作伙伴 能拿到股份 所以后来很多小公司都甘愿被他收购 就自己干的话 肯定又卖力也挣不上多少钱了 还不如被收购了 一下子拿到一笔钱 就连洛克菲勒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因为他觉得这小业者 就算经营下去 也挣不上几个钱 被他收购 总比被人逼得破产好些 他认为小的业者根本不应该来竞争 完全你不知道大自然有多残酷 你出来干什么 他觉得是他帮助他们避免了竞争 给他们了一个很好的生活 所以他认为他的垄断并没有什么坏处 对于消费者也没有坏处 因为他摧毁竞争对手都是靠压低价格 所以消费者也很开心 而对于竞争者来说也没有坏处 我也给你补贴 有可能还到我公司来认职 你也避免了竞争 所以对多方都有利 他认为这种垄断非常完美 后来美国政府觉得他这种垄断非常的不好 就制定了反垄断法准备收拾他 而洛克菲勒又想出一招来 规避了这个反垄断法 就是他自己把这个标志石油拆分成 好几个就是像联盟公司一样 这个公司表面上负责人都不是洛克菲勒 但其实股权全部在洛克菲勒手中 就是负责人都是 叫什么名字都有 有汤姆有杰克的 但是股权都是我洛克菲勒的 这种公司就叫做托拉斯公司 托拉斯就是商业信托 这商业信托就是他创造的 就是一个公司在股权上 实质控制了某一个行业里面 大部分公司的股权 那么在1882年 标准石油托拉斯就成立了 成功的规避了反垄断法 就这样又过了8年到1890年的时候 也就是洛克菲勒51岁的时候 标准石油已经成功的控制 美国85%的石油产业 原先它只是控制90%的炼油厂 现在是85%的石油产业 到采 到链 到运输 到销售 都被打控制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国家的石油产业兴起了 就是俄国 当时在俄国采油的家族 叫诺贝尔家族 就是诺贝尔家族 而扶持诺贝尔家族的 就是罗斯柴德家族 也同样在这一年开始 标准石油的市场占颜率开始下滑 因为一个事情就是电灯的出现 电灯出现了 人们就不再用煤油灯了 1897年时候 58岁的洛克菲勒退出了公司的管理层 到1911年 洛克菲勒72岁的时候 美国最高法院认定 标准石油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案 这个反托拉斯法案也是给他们公司定的 将标准石油拆分成了34个公司 而其中最大的一份 到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 就是著名的埃克森美孚石油 洛克菲勒的公司虽然被掺成了34份 但是它的股份只是分散到了34个公司里面 挣钱还没什么变化 一份没有握手 就是给它拆了 按理来说 电力出现了 石油的需求量会减少 洛克菲勒钱应该会减少 但事实上它赚了更多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耗油的东西 汽车 这一下子洛克菲勒的财富直接上升 当然石油的垄断也没就此结束 后来世界开始大战 又开始消耗石油 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七家公司 垄断了世界的石油市场 这七家公司叫做奇姐妹 来自于希腊神话的一个七姐妹 咱们中国神话有七仙女 不知道为什么都有这么七个仙女 那么这七家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都控制着世界的石油市场 而这七家公司里有六家 都是它拆成了34份里面的某一份形成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洛克菲勒仍然还是控制整个世界的石油市场 那么洛克菲勒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世界首富的 现在说法不已 因为在1870年的时候没有统计世界首富的 推测它是在1879年的时候 它40岁的时候 它不是占有了90%的练武场吗 就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美国首富了 那个时候是不是世界首富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还有慈禧太后呢 这个英国还有女王呢 就从实业家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世界首富 确切知道它有多少钱呢 是在1902年的时候 63岁洛克菲勒的个人资产达到了2亿美元 成为人类历史上就是有精确统计过的第一个亿万富豪 而在1914年 个人资产达到了9亿美元 占美国GDP的2.4% 比美国当时的国家预算还要高出2亿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呢 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石油消耗量又开始剧增 它的财富又开始增长 最终它人生的最高资产呢 大概是15亿美元 折合现在的钱呢 大概是4000亿美元左右 就是贝索斯加上伊隆马斯克和谐的那些钱 被认为呢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人 也同样被认为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一个人 就是说贝索斯再赚钱也不可能赚那么多了 这还是他捐了5.5亿的基础之上 他捐给什么事业呢 他一生都在捐钱 他从十几岁就挣几块钱的时候就开始捐钱 就是他有一个原则 就是每挣了一笔钱 三分之一捐出去 三分之一存钱 三分之一自己花 他一直到后来首富 一直保持着这个方式 捐到什么地方 大部分都是教育医疗和教会 他总共建了4000所教堂 他肯定会捐的 他被神捐过 对 他说他挣了每一笔钱都是来自上帝的 洛克菲勒一生总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儿子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名字呢和洛克菲勒一模一样 就连中间的名字都一样 其实他们家以后每一代的第一个孩子 就第一个男孩都叫约翰洛克菲勒 所以就是洛克菲勒一世 洛克菲勒二世三世四世 比尔盖茨不也是比尔盖茨三世吗 这样教才能成熟富 对对对 他的儿子毕业于布兰登大学 就美国最顶尖的一所大学 毕业了之后呢 就准备继承他父亲的这个公司嘛 但一进公司就赔了100万美元 他这个儿子立刻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经商 从此一辈子都从事于慈善事业 这个小洛克菲勒就成立了洛克菲勒财团 专门负责慈善事业 而且是他建的洛克菲勒中心 他为什么要建这个洛克菲勒中心 洛克菲勒中心建于1930年 那个时候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工作没有饭吃 他为了给大家饭吃 所以故意建了这个洛克菲勒中心 给了7万人工作 建了10年 这10年人就靠他养了 最终一算他赔了大概1亿美元左右 在那个时候1亿美元了不得 这7万工人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 筹钱建了一个圣诞树 这就是每年点灯市上的圣诞树 表达对他一种感谢 他好善良 一生都在做慈善事 他是觉得通过做生意赔钱太慢 没错 进去了一天才能赔100万 那怎么行 而第三代也就是他孙子这一辈里边 最有名的不是洛克菲勒三世 而是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 叫大卫洛克菲勒 大卫洛克菲勒2017年离世 向年101岁 是个银行家 个人资产33亿美元 也是慈善家 一生总共捐过20亿美元 所以这真的捐了一半 而他的从孙洛克菲勒四世 至今还活着84岁 第五代52岁 第六代今年14岁 除了这个14岁之外 剩下全是慈善家 父亲打下了江山的时候 不适合做生意 做慈善事业 其实现在的慈善事业 就是他家创立 你以前不也说 你想当慈善家 看不看人家是怎么搞的 学一学 你在按照洛克菲勒模式 标准慈善事业模式来进行 那么目前洛克菲勒家族 这200多人的资产何起来呢 按照2020年 福布斯的排名 排在第43名 总资产的84亿美元 比第一代少太多了 不过他孙子里边 在别的行业 有取得特别好成绩 比如说那个大卫洛克菲勒 就是银行家 还有那个纳尔逊洛克菲勒 也是他孙子 是做了副总统的 做政治的 也都做得很好 可是都捐五代了 还能排43名 对啊 还得捐呢 因为他的股份 依然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些 石油公司手里 每年就不停地给他赚钱 那么虽然洛克菲勒的发家史 充满争议 但是30年能积攒 如此多财富的 史上没有第二个人 绝对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且大部分传奇作家 对洛克菲勒的评价 还是蛮高的 原因呢 出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 他的财富呢 并不血腥 他的财富不是榨取老百姓得来的 他自己也觉得 他的财富都是上帝赐予的 这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一样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做金融的 金融根本上就是零和游戏 就搞股票了也是嘛 装赚钱 就是散户赔钱嘛 挣的每一笔钱 都是有人赔出去的 他和这个不太一样 所以仇富的 一般不仇富洛克菲勒 只有他的竞争对手特别讨厌的 第二个就是 他这个人特别喜欢捐钱 原因呢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 每天都会看圣经 每周呢都会去教堂 直到死都保持这个生活习惯的 他的钱除了捐给教堂之外 剩下都捐给教育和医疗实验了 比如说1890年 他建了芝亚哥大学 对 美国前十的大学 而且在1901年 建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呢 现在叫洛克菲勒大学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出了38个诺贝尔奖了 还有北京的协和医院 是他建的 协和医学院是他建的 协和医院是他下属的一个医院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人特别的节俭 即使成为了大富豪 一辈子都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从来不浪费东西 对奢侈品有极度的反感 特别的实用主义者 第四呢 这个人异常的低调 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 也不参加公众活动 沉默寡言 任何人攻击他 或者是任何媒体八卦他 他从来不反驳 第五次人 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生活极度规律 对于饮食十分克制 所以一辈子都特别的瘦 那他有什么娱乐吗 他晚间就做两件事 就是打高尔夫球和去教会 他之所以这么克制 是因为他小时候 有两个愿望 一个愿望就挣到十万美元 另一个愿望就活到一百岁 十万美元这个愿望实现了 一百岁这个愿望 没能实现 其实这一百岁的愿望 也是他为什么投很多钱 在医学上这个原因 他想研究出来 长城不老药 结果到他死也没能成功 他两岁零两个月 就到一百岁了 不过他孙子活到一百岁了 第五就是这个人 对于妻子对于家庭 都特别的忠诚 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 25岁就结婚了 两个人是中学同学 所以同岁 他老婆活了 他老婆活了76岁 剩下了20年 他活了97 就孤独一个人 从来没有过第二个感情 他对于他老婆的评价 特别的高 他说他老婆的决定 总是比他正确 没有他的建议 他将会是个求人 这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不被外界的节奏打扰 对 不干扰他 他教会打高尔夫球 没有一个会增加他心跳 所以活到90岁都是请 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动脉硬化 就是老死的 他的孙子也是动脉硬化 老死的 就是说已经没有别的死法了 这就是这一辈子挣钱最多的人 但是说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整个很顺畅的环节 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就是说你想复制 可能不能 在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就是在他财富快速积累期 就是他不断收购公司 他这个钱从哪来的 贷款 为什么有银行不断贷款给他 能让他在短短时间来 收几十个公司 几百个公司 甚至把美国所有的公司都收购了 我们就介绍一下洛克菲勒背后的大金主 也就是他能够成为世界首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他这后面的大金主 是一个叫做库恩勒布的投资公司 库恩勒布是当时美国第二大银行 这个银行的老板有两个 一个叫库恩 一个叫勒布 两个人是亲家 他们两家结婚生了个女儿 这个女儿嫁给一个叫雅各布媳妇人 这个雅各布媳妇要不得 罗斯柴尔德家的人 为什么 从小就在罗斯柴尔德家较大 就是银行家的女儿 嫁给了雅各布 银行家没有儿子 所有的事业都落到雅各布身上 而雅各布是罗斯柴尔德家的人 为什么一个叫雅各布的是 罗斯柴尔德家的人 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家族 犹太家族 内部通婚特别严重 所以都是亲戚 所以他就相当于 他亲戚一直住在家 就是雅各布 既成了银行社 投资给洛克菲勒 一直投资 要多钱又多钱 所以洛克菲勒是 罗斯柴尔德家之物 扶持钱 罗斯柴尔德比这个洛克菲勒 早很多年 你想罗斯柴尔德第二代 就是最赚钱的一代 都死了 洛克菲勒还没出生呢 他是罗斯柴尔德家长大的 对 他为什么扶持洛克菲勒 罗斯柴尔德家 就是在到处地方扶持财房 为什么选上洛克菲勒 因为当时洛克菲勒 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利用场 他当时选择最强的这个 就让他强到底 把所有的都收购 然后就能控制这个行业了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 把钱投在所有行业 不光扶持他 还扶持了美国钢铁大王 铁路大王 还有银行大王 银行家全都扶持 所以所有产业 其实都是罗斯柴尔德家 所资金资助起来的 就是这些人 他们都挑选最优秀的 然后把这个最优秀的 不断地给他钱 用资本力量 把他培养成最大的 然后有这么个最大的 实现垄断了 这个行业就被他控制了 那么罗克菲勒家族 实质上现在 是听罗斯柴尔德家 还是不听罗斯柴尔德家族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扶持钱 就是他扶持钱 其实美国那个地方 原先没有什么财法 所有财法都在伦敦 而伦敦最大财法 就是罗斯柴尔德 就有强大资本 在后支撑着 你根本都没听过 这些人的名 但其实钱 都是从他们来的 然后最后钱 也都流到他们那边去 培养出来一个世界首富 没错 但是后边 罗斯柴尔德家族 有多少钱 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这样一个结构的 而这个昆勒部银行 后来经过各种合并分裂 变成了现在N多的银行 其中最有名 大家都听过的 就是美国运统 和雷曼兄弟 也就是说 美国三大财法 洛克菲勒 是罗斯柴尔德 扶持起来的 而另一个摩根 也是他扶持起来的 摩根是怎么扶持起来的 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英国人家 叫纳坦罗斯柴尔德 有一个后继者 叫做乔治皮博迪 这个乔治皮博迪 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伦敦的代理人 他没有孩子 死前把所有的事业和财产 都留给了一个 叫做朱尼厄斯摩根的人 这就是摩根家族的开始 所以摩根家族 就是罗斯柴尔德 在英国分支的 美国分支 而洛克菲勒 是罗斯柴尔德 在美国直接扶持起来的 一个部门 而洛克菲勒 第三代开始控制的银行 叫做大通银行 摩根家族控制的银行 叫摩根银行 而这两个银行 后来合并了 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 世界除了中国银行之外 最大的银行 世界银行排名 前四名全是中国的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第五名摩根大通 所以实质上 美国三大财法 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都是有关系的 咱不说这三大财法 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但是跟他都是有关系的 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最早也都是 英国和德国财法 所以讲了这个故事之后 就得到一个结论 事实证明 你没有一个父爸爸 也没关系 你只要做所有的事 跟你穷爸爸不一样就行 其实洛克菲勒的父亲 经常骗他孩子的钱 那还能给他一千美金 是以10%的高利贷借给他的 对 其实他的程度 主要取决于他妈妈 他妈妈是一个 特别勤劳 特别虔诚的一个教徒 是因为虔诚 虔诚 捐钱给教会 所以才重 捐一反三 他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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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